追逐梦想 城市同行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卫视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日前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2024年度大戏 空姐空姐空姐媒体发布会及颁奖典礼 于圣玛丽诺市Point Space隆重举行 来自政界 商界 桥界 文化界 艺术界 本次空姐空姐空姐的一众爱心赞助厂商 及联盟一众台节目后均有出席 共同见证这部四年磨一剑大戏隆重又温馨的时刻 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柴云 毛琴 洛杉矶郡郡长凯瑟琳八格的代表吴中国 圣盖博士议员丁炎瑜 亚凯迪亚士议员王爱玲 美国英龙传媒董事长 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主席苏彦涛 资深电影人 制片人穆小成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陈慧毕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熊文胜 新一届美华联领导班子理事长江峰年 监事长赵玲 共同主席团主席许成武 金国会会长杨毕 美国南加州美中经贸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 孙伟等出席发布会并讲话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成立于2016年 由生活在洛杉矶有专业艺术素养 和艺术追求的新移民艺术家挑大梁组成 拥有两岸三地及好莱坞的一线影视资源 联盟是一家集舞台剧制作 演出 大型演出统筹 表演 活动策划 执行 艺术培训为一体的综合性演艺机构 制作了多部叫好又叫做的舞台剧 隐婚男女 离婚了 就别再来找我 疯狂话剧团 情感调解室 妈妈的衣柜等 尤其是2019年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合作的 中英文儿童剧《成语魔方》 在尼克松博物馆上演 得到业界及中美两国观众的高度评价 联盟近年更是为洛杉矶的青少年 儿童搭建了多个高质量的国际比赛平台 打造出多个北美地区的小明星 用艺术架起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桥梁 因为疫情久别舞台四年 中美华人戏剧联盟今年再次出发 携手红杉教育集团倾情制作空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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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联盟派出了史上最豪华演员阵容 与强大的幕后团队 该剧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 文华奖 双料大奖获得者苏金榜先生坐镇指导 联盟历届的五位优秀演员杨洋 Eddie Chen 崔南 何金明 王新宇继续披靡挂帅 新加入的演员也个个不容小觑 相信一定会为新年的洛杉矶戏剧舞台增添美丽的风景 那我们中美华人戏剧联盟已经四年没有在舞台上给大家演戏了 虽然我们一直还很活跃 那么今年非常欢迎大家在3月2号 3月3号走进剧场 欣赏我们用了大半年的时间通过选剧本选演员排列 不停地调整送给大家的一个老少节仪的这样的一个讲述 人性的一个探索人性 然后呢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样一个故事 非常有意思 希望你们来看 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每年奉献一部高质量的画剧 希望大伙都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据悉 空姐 空姐 空姐的公演时间为 2024年3月2号星期六和3月3号星期日 均为下午1点到3点 公演地点为鲍德温公园演艺中心 售票电话626-818-4822 美国城市卫视现场报道